十五种亚洲水果 世家 世家 世家是世家科,数多年生,半落叶性小桥木植物,多种植做经济作物,果肉白而甜,世家 火龙果 火龙果 火龙果是仙人掌科舌边柱属的植物果实的总称 水果呈椭圆形,外观为红色或黄色,果肉大多是紫红色或白色果肉,果肉内有黑色的小种子 火龙果 榴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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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莲在东南亚被誉为果王,榴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独特的呛圆气味,以及带刺的外壳。榴莲果实多数是长妥圆形或圆形,颜色是绿色带咖啡色,果肉成浅黄色,甜。 榴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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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莱ban石流是热带,亚热带植物,是重要经济果树。台湾化俗称为巴勒,果肉中央之较多,种子小而多,聚集于果肉中央,为淡黄色或白色。 半石流 菠萝蜜 菠萝蜜 菠萝蜜是一种可食用水果,其果肉成金黄色,散发香蕉和凤梨融合的特殊果香,鲜食绵软香甜。 菠萝蜜 金桀 金桀 金桀,又称金干,是芸香柯金桀属长绿灌木。 果实呈椭圆形或卵状椭圆形,呈黄至呈红色,果皮味甜。 金桀 龙眼 龙眼 龙眼果肉晶莹,呈现浆白色,隐约可见内部黑色种子,极似眼珠,顾名龙眼。 龙眼 琵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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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琶表面有绒毛,未成熟时,是青绿色,芳香气味较浓。 成熟后外皮一般为淡黄色,亦有颜色较深,接近橙红色,果肉软而多致。 琵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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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芒果 芒果 芒果的果实风味独特,营养丰富,果实呈黄色,果肉嫩,香甜 在目前已成为继葡萄,干橙,香蕉,苹果之后的世界第五大水果 芒果 柿子 柿子 柿子分为甜柿和色柿两大类为主,甜柿可以直接食用,色柿则需要人工脱色 甜柿的果皮是橙红色,色则鲜艳均匀,果肉稍致密,枝多 柿子 柚子 柿子 柿子是云香喝柑橘薯的果树,其特征与柑橘相同 柿子的果实又称为文旦,一般在中秋节前采收,作为中秋拜月,馈赠亲友的礼品 柿子 柿子很有品 柿子 红柿 柿子 中秋áz 红柿 罗旺子 罗旺子的果皮脆薄,内含柔软褐色果肉,及少许硬纤维,有种子树立。 果肉酸甜可口,也可制作成果酱、果汁。 罗旺子 蛇皮果 蛇皮果 蛇皮果的果实以红棕色,突凹不平的果皮花纹得名。 果实和无花果大小差不多,但果絮丛生,味道酸甜。 蛇皮果